光伏概念站上风口 高增长低估值概念股名单出炉 11股上涨空间于20% 政策利好叠加原料价格有望回落 光伏板块或重回涨势 11月26日 未进一步优化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 促进光伏发电行业高质量 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能源局官网联刊两文 分别公开征求对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 意见和对关于加强分布式光伏 发电安全工作的通知意见 证券时报数据保统计 今年1至10月 光伏发电装机量累计新增2931万千瓦 同比增长33.96% 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71% 据港交所信息披露 资管巨投资本集团10月6日至11月2日 连续5次增持光伏玻璃龙口福莱特 持股比例从4.89%上升至9.46% 同时摩根大通旗下支包根基金 中国A股机会基金阿港元 大手笔加仓农积股份 10月加仓幅度高达11.79倍 山西证券表示 立即十四五期间 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有望超70GW 可把握两条主线 一是受益于多金归及光伏玻璃价格下行 从而释放组件端利润的垂直一体化组件龙头 二是在组串式基础能领域 具备优势的逆面器龙头 从购股限价与一致预测目标价差额看 十一股上涨空间于20% TCR科技 奇兵集团 金金科技和山梅国际四股于50% 奇兵集团董事长近期表示 目前山州奇兵超白光伏玻璃生产线 共三条 产能2500吨每日 五条光伏玻璃生产线建设有序推进 计划明年底形成8500吨每日产能规模 福埃克则为A股光伏玻璃龙头 于11月20日发布股权激励计划 立即将对公司长期发展形成提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